然后昨天同事他们一直都在说 一看你闻起来就是很香的那种人 那可不嘛 我每天都想把自己淹入味 就觉得你每天的味道不一样 穿不同的衣服要用不同的香水 因为我在买这些香水的时候 我是能想象到喷他们的时候 我穿什么衣服啊 那种感觉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比较喜欢的常用的 通貌的广阔香精脆 叫做行走的中药罐子 我有个朋友 他就是属于那种 可能他长相确实有点男生 所以他喜欢的香料都比较中性 但他整个人很干净 然后他身上出来这个味道之后 当时觉得他特别有品味 然后我就问他你用的是什么香水 他就跟我说是这个 我就去买了 他的味道浓到我只要喷一下 我就在办公室门口 门一打开就有这个味道 整体闻出来的感觉又是水那种 外缸内容 就是你细闻又会闻到一点点甜香 但他那个甜又很少很少 在我穿皮 甚至我的心情 有一点英语的时候 我都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但是我最近其实有更爱冰来的 就是这一瓶 这一瓶它其实是新的香味 然后它也是有一点点木掉香 它是有一点点干干的味道 很像以前咱看那个什么 吸水鬼日记是那种宿木 但是又在燃烧的味道 它也是属于冬天的味道 冬天穿皮草的味道 这个味道是我当时在线下店的时候 所以就买了这两瓶 我这个香水非常的热烈热到我有点晕 尝试很多次想爱上它 都会爱不起来 这两瓶是我近期 我觉得比较怪 但是我有很喜欢的木掉 另外一支最爱的一支 托斯卡纳提格 基本就是属于任何情况下我都想喝 相关于是我今天讲你买一瓶香水不可能用完 你重新再买一瓶新的也不可能用完 但是我已经买了第三瓶 而且是大瓶 当时那个贵姐就查了我的记录 她说要不你买500毫升 她说500毫升是可以变成香薰 我说多大的加油 我把它变成香薰 托斯卡纳提格 我跟大家形容一下 非常柔软的小羊皮的味道 你真的到好的羊皮 它是那种很细腻 你真的摸得到它气骨的 没有任何硬硬的感觉 这个就是它的感觉 它又有在羊皮里面该有的那种女人类跟细腻 就如果我今天这一生穿的是一个长裙 OK 我会喷它 超短酷 我就不太用骗子 木调跟奶调都不会那么的浓 所以它非常适合 一年四季油 我跟她分享的这三瓶通货都不算是它最火的 通货的雾霧确实很好闻 但是我觉得它没有层次感 没有那种画面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女生走过来 你觉得哇它好帅 她坐下来的那一刻 你会发现她把脚翘起来 它是录了一个小腿 就是说 哦 这叫腐媚 可是我觉得乌木是没有这种感觉 乌木就是那个女生走过来的样子 穿了一个皮衣 然后紧身的牛仔裤 但它没有腐媚的 我觉得这两个确实是我蛮喜欢的 因为今天就算是给 KONPO看了一个特辑吧 因为我现在有点 暗香 我现在有闻腻里面有点晕 所以我这场频 我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能get到我这个视频里面 所有形容的那种 闷骚 这三瓶你们去围一下 真的不出错